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找不到一个漂亮的城市作为拍摄外景地 我们就来到这北极圈里来一次大胆的探险 也不知为什么他们会劝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顺便问一下哪位带热巧克力了 不用说也知道他们两个要解走今天去干什么 我不会让他们跑掉的 你们能追上他们吗 成啊 这声音就像我走在菜市场里买东西 对了如果你还没看清楚我告诉你 这还是那个故事 郭郭和胖子绑架的经历又是一次绑架 我想如果这些路追上郭郭和胖子 他们俩可就要倒门了 说真的这集里的雪橇看着真过瘾 对不起我还没见过红鼻子呢 追逐比赛就要到这一点了 看来得用摄影来区分第一第二了 这是什么 如果老师这么慢 那就用不着摄影吧 把张油画都来得及 哎呀妈呀 不是马是鹿 鹿 你们快走开 你要在字典里查包围这个词呢 孩子们 这就是包围的意思 你看我应该 我是在开玩笑啊 没错 他们就是绑架我的人最有应得 好了 由我来处理他们 你休息一下 郭郭真是最有应得 实际上我看他最后结果也是倒栽心 你们管就叫什么 叫脑呢 可能叫尾巴还是脑子 别动 来 出来 哎呀 星际到哪儿去了 他跑了 全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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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终于从坏男的手里跑出来了 可是我不认识你们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哦 星际得了健忘症 我忘了车了 这些人都是谁啊 鸣鸣 我 我 我 走了 小子就先说我走 京京 我不认识你 我从来没见过你 自为先生 京京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呢 坏蛋在他饭里放了麻醉药 你说什么呢 我还是以前的我 请您帮助我们去熊猫乐园吧 只有这样才能治好他的病 我从来没去过呢 也不知道他在哪 你和熊猫乐园做过买卖 你应该知道他在哪 不 你们说的不对 先生 您没去过熊猫乐园 那怎么做买卖啊 我们用航空快递来发送货 那太好了 飞行员一定知道熊猫乐园在哪 他当然知道 可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你们想怎么办 我是想坐上航空快递的飞机 飞到熊猫乐园去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好 让我想想 那个飞行员和我关系很好 我用大大大和他联系一下 你好 我是斯文 有件事 将请你帮助解决一下 你这次横班 有没有四个空的座位 他们必须赶到熊猫乐园 请到这来接他们 我将点起倒横的指示火堆 现在重复一下 着陆信号 散堆火 听清楚了吗 好了孩子们 放心吧 飞机再有一个小时就到了 我有绝妙的主意 快 等等 赶快找柴火 只有一个小时了 快点快点 柴火干什么用 飞机按时到达 按时到达只有在动画片中才有这一种事 我在十一点钟看见信号 十一点 我的表只是停了 他来了 我们只需要干掉飞行员 放着快点 呃 郭果 我都在你后边的 等等我 这边郭果搞着阴谋诡计 斯文先生仍然按照计划点到了导航的火堆 他根本不知道郭果是多么的狡猾 这还不算上胖子 咱们的电视刚演了五分钟 好看哪 还在后头 斯文先生 我们看你的警号了 向船学着陆 你的课课准备好了吗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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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 你等一等 你先别走 我 你为什么是 好了贝贝 别哭了 又不是再也见不着了 我们要经常保持联系 互相看望的 再见 再见 金金 我就越来越胖不了你 我会特别想念想金金的 再见了 飞得越高越好胖吧 没问题 再见 再见 有时候新朋友之间也好像很难说出口 尤其是在几千米高空的飞机上 下面的人也听不到你的话呀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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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皮皮皮 这是什么 大家都出来再见了 是吗 皮皮皮的太低了 我想飞行员心里应该有事吧 再见 再见 他们说再见 我真想哭 皮皮是个勇敢的孩子 还要是金枯就太不应该了 喂喂 你知道飞机上什么时候放电影吗 哎 鸣鸣 什么 果果就在飞机上 我闻到他的味了 他在哪 不能 我想我们已经没有危险了 如果他驾驶飞机都怎么翻 荒荡 果果怎么能挥上来呢 不能好 我们去查看一下 我去照办婧婧 你不要看见那两个家伙就告诉我一声 这儿不是我的家 你点都不像我的家 我要回家 姐姐姐你清醒一下好吧 我要回家 我不能肯定啊 你真的认为飞机员是果果吗 反正驾驶舱里飘出来的是果果的味道 拜拜 拜拜 我们还能够在审呢 别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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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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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打开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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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呀 哎呀 快闪开 可是胖蛋是胖子 提提你是乖乖 嗯 我能认出你们来了 太好了 我太敢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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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怎么样 我要和他们战斗了 一般若我们这幅幻幻 我们已经把胖子和果果扳开了 好吧 我跟你没完 哎呀 我抓住你了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得干什么 你扳不到胖子 我要让你尝尝熊猫能量的力 还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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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武器非常肯定 你想试试吧 这怎么是白的 它威力巨大 五股里只能能把山石给炸开 它很厉害 你能不能 哎呦 大家放下了 哎 哎 哎你这个小家伙 我待会被人收拾你 哎 哎呦 啊 我投降 我投降 我投降了 我投降 哎 你是非法武器 是非法武器 我是坏蛋 我犯了法律外外 我和那件事没关系 没关系 不是我 我投降 真的 我投降 你 我投降 你 你 誰 我投降 把我手上还给我 把你的伤枝举起来 不 我是说把你的手举起来 现在把飞机开往熊猫乐园 不能那么干 我是不会饶了我 他是个疯子 他会发怒的 皮皮 来我们驾驶飞机 我不会开飞机 别担心 飞行我天生就会 行 关注操作感 虽然有点摇摆 但皮皮还是把飞机开走了 我觉得我都快学会了 这一个意思 请注意 鹦鹉家家在呼叫 才有安心 我们被困在这 博士不会当了我们的 这一点都不怪我 都是你出的主意 真转一点 好 不管怎么说 看来你们得和我们一块去熊猫乐园了 哎呀 好了 皮皮 就做 对 对 诶 平稳极了 我早知道你是个天生的飞行员 操作正确 对 给你拿着枪 好 如果你们不老实的话 就把你们绑起来 别别 哎 驾驶操了 怎么回事 啊 我为你自己在飞啊 哎 相机飞行速度啊 快 你怎么想起来 哎呀 你怎么想起来 哎呀 真讨厌 我等到让我看来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办啊 别乱套了 我猜你是不小心碰了自动驾驶系统啊 你说什么 你碰了自动驾驶系统了 不会的 我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回事 别欢 欢欢准 知道怎么欢呢 自动驾驶系统 好 就完了 别胡说 啊 歪歪 你不能对胖子开心 他也要对的时候 哈哈哈哈 要他承认这一点 比上天还难呢 哈哈哈哈 为什么飞机自动驾驶 我们就完了呢 因为这架飞机 根本就没有自动驾驶系统 哈哈哈哈 是不是 用遥控驾驶我们的飞机 太了 让他们宽散一会 明家 你们是整个国际航务公司的陪鸡 先陪我的职业室 哈哈哈哈 他还高兴着我 有啥 不得跟两人一件架 啊 哈哈哈哈 我怎么胖子 抓住你们的帽子 我们超级的 刚才你对我们又喊又咬 现在让你从这出去 好的 门就在那 哈哈哈哈 如果你不喜欢那么多 那么还有一条路 没问题 有你飘 我承认这沙丘够复杂的 哪有一块平地呢 你们斗不过博士 我始终没有自由自在的生活过 我一直在使劲摆脱博士的追赶 我还记得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从前我们平静的生活在熊猫乐园 整天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特别快活 然而有一天我正在帮爷爷 北米爷爷特别香 不谢谢你 害怕 我是让那个胖子放手烧了熊猫乐园 我们变得无家可归 于是我去找公主教授了 精精 你是个勇敢善良的小伙子 听我说 对人要诚实 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 你就怎么去对待别人 那你就不会出错 明白吗 走又一天你会找到新的熊猫乐园的 我的孩子 至少我这一路上还交了好几个朋友 像好心的歪歪 是他把我从黑狼手里救了出来 那可是两只凶狠的黑狼啊 歪 歪歪 歪歪永远值得我信赖 后来我在看见的路上 就碰上了天真可爱的皮皮 他正身着一个可怕的艺人在街头演出 其实那艺人是剥剥装饭的 当然皮皮和我也上街迈过艺 当皮皮看出艺人的真面目以后 他帮助我逃脱了 皮皮 你这逃去的小猴子回来想干些什么 我要磨绳把我和紧紧绑起来 看见没有 真理 谁也跑不掉了 是的 学者 可爱的猴子皮皮帮我巧妙的吐了身 又一次 我们坐在教授和他的司机开的车上 佳佳营救了我们 佳佳是我见到的最了不起的鹰母 不行 你们两个站住 你这鹰子为什么老跟着我们呢 你要把这些为大的熊猫弄到哪去呢 我要带他去熊猫乐园 这事跟你没关系 你能原谅我刚才对你的不信任 我以为你真的不是把力气呢 别着急朋友 我带他去干真的 他能辨别方向 好的 到这个方向走 我们会到达熊猫乐园的 算了 我们不说那个博士了 菁姐很快就随我了 准备 我要竭尽全力抓住菁姐 趁着把你一只杀出门 那你向我笑以后 我还要再把你变回成一只哥哥 没错 一开始我就很天才 一直给博士笑容 可是他还要把我变回哥哥 这太不公平了 如果可能的话 你猜我会说什么 我拒绝 再为博士卖力气了 我们不干了 说过 我要和你一样 不跟博士来往了 我们不干了 歪歪 胖子和我决定不回去了 和你们一起去 酒猫乐园了 对 歪歪 我们讨厌干坏事 我们愿意和你们在一起 你们以为我是傻瓜 会相信你们这套吗 如果你真要站在我们那边 就让飞机按照我们的要求方向 让他进行博士的命令 我很难干 可你们有工具 没有 我在驾驶舱里还有一套计算机修理工具 你还行不行吗 博士别那么开心了 哎 叫我怎么干 那这次我要赢 我要赢 先生 现在加大电磁土发生器的能量 我已经把全部走出都压到这个方案下了 飞机 博士 飞机 真有意思 我们已经安全控制他们了 真令人开心哪 计算机 重新编了程序 瓜瓜把计算机搞乱了 要是博士不加大能量 我们就能逃脱了 看我真高兴 有这台南辆家送机 喂喂 我们现在正离开 可我知道博士是不会放过精英的 真飞机 我说这家伙真怪 你看到他头部都飞进来了 嗯 等等 你听见什么没有 没有 刚才是什么什么呢 系号安全带 飞机要上下编火了 哎呀 我要进了 他们躲避光速 这种飞行我从来没见过 他本来老这样 他的能量是要见过 我不飞回来 我就一直发射下去 加大能量 把他给我打下来 不是 加速器只能到这么大限度 情况危险的 先生 危险的 啊 我们成功吧 我还要能量 给我加大 加大 再加大 加速器不能再加大了 一直加速 全力以赴 谁不能放弃 我加速器完蛋了 要死我完了 要死我完了 我收到一个信号 但是回家的女生产 她说 熊猫乐园到了 到了 那会有这一天的 熊猫乐园是什么样的 到了吗 加加 看见熊猫乐园我才相信 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好了 结果到此结束 透过飞机的窗户 能看见新的熊猫乐园 我敢肯定 静静一下飞机 大家都会去欢迎它 而且准是又惊又喜 那我们的几位朋友呢 不用说 他们从此将会生活得快乐幸福